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亲爱的朋友们 我是娜塔莎 红豆泥的朋友们 又问了红豆泥什么问题呢? 为什么女人莫名其妙就发脾气? 这应该是一个男性问的问题吧? 我们发脾气就是莫名其妙吗? 我发脾气都是有原因的啊! 我才想要问男人 为什么你们常常要惹我们生气 惹我们发脾气 上次已经这样了 然后我发脾气 然后这次又这样 两性相处里面 男人啊一次两次三次 还学不会怎么哄女人 那这不是很麻烦吗? 这位男性 我们来看看红豆泥为你抽的幸福卡 你要怎么样学会哄女人? 你要怎么学会呢? 不要再踩那个地雷了 那这样子就相安无事了 男性真的在这方面要做一些成长的努力 来1234基予宇宣企 我选二 看看你男朋友要怎么哄你 选二的同学 选二这张幸福卡叫做慈悲 就是不要跟女人讲道理 就不要太较真 男人的逻辑 女人的思想 是不一样的 面对一件事情 这两种生物 他的观念啦 价值观想法 都是不一样的 请全天下的男性 都不要选择跟女人讲道理 只要好好好 该道歉的时候道歉 该放软的时候放软 其实一下也就过去了 没有什么需要说清楚讲明白的地方 两性相处啊 难免有些摩擦 你要看情况 就让这些摩擦 大事化小 小事化了 然后就没了 这一招最重要 遇到冲突啦 遇到两个意见不合的地方 或是对方生气 你就带他去吃东西 带他去逛街 不要执着在那个话题里面 千万不要跟女人讲道理 接下来我们来解答选三的同学 选三这张幸福卡叫做胜利之花 其实有一些男性 他们在进入感情啊 或婚姻这个过程 还不知道一个男人 应该要负起成家的责任 现在你的女人哦 是婚姻情感焦虑症在爆发 当你没有责任感啊 当你不知道要负起怎么责任的时候 你的女人哦 不是莫名其妙发脾气 她会莫名其妙的哭 因为她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她也不知道怎么表达 所以她常常会莫名的就哭了 就脾气来了 你要反省的是 你有没有成家立业的担当跟责任感 而不是你不知道原来结婚要养家 要买房子 要养小孩 这些都是你现在要思考的 你的伴侣现在压力很大 你就要体谅对方 因为这个焦虑这个情绪来自于你 你只要把你的担当你的责任感拿起来 那其实就没有问题了 接下来我们来解答选四的同学 选四这张幸福卡叫做小丑 你的女人就是有公主病 你一定要学会红女人 红公主啦 否则每天的感情生活 对男性来讲就会很挑战 本来你为什么会跟这个女人结婚呢 或是为什么你会爱上这个女人呢 就是因为她有公主病啊 那个公主病的那种女人 就有一种吸引力 她们就很公主很可爱 很有自己的想法 她们也很会撒娇 公主病的那个副作用呢 你也要承担 红一红就好了 加油 最后我们来解答选一的同学 选一这张幸福卡叫做喉仑 其实我有遇过很多男性喔 他们都还蛮会跟另外一半相处的 他们都有一种说法 我们家都是小事老婆做主 大事我做主 可是我们家呢 除了小事以外 没有一件大事 那这个听谁的有很重要吗 只要你是一家之主 你是扛起这个养家啊 照顾家庭责任的那个家庭的中心 你的伴侣女人就是处理那些小事 那真的家里没什么大事 你也可以很清闲的享受老婆 女人帮你安排好的家庭生活 这不是很幸福吗 只要你是家里的那个靠山 你的女人就会把你的家里呢 安排得很好 女人啊 她所计划的所有的一切 也都是以你为主的 那么女人其实很听你的话 也不太会发脾气 只要一个家庭有一个家庭的样子 就不在于说女人 怎么样会莫名其妙的发脾气 有时候你来问问看这些女人 欸 子盈你有没有觉得 其实你也常常莫名其妙的 要忍受很多压抑自己的情绪 对啊 我们忍耐很多 所以全天下的男性 你们也要体谅我们女人哦 最终回到那个原点 两性啊 是互相的 互惠互益 有时候男人哄女人 但是有很多时候也是女人哄男人 这些技能呢在婚姻关系里面 就是制造浪漫的很好的技术 大家都要学起来 两个人相处 你有没有更了解她 你才不会误触那个雷区嘛 那这些都是两性要成长的 互分男女 彼此互相的了解自己 了解对方 两个人怎么样好好的相处 加油 够够 萌豆妮抽幸福卡 我们明天再见咯 拜拜 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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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